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郑宇文 世卫组织的官员埃尔沃德最近在接受香港电台访问时 面对有关台湾入会以及台湾防疫成果等问题避而不谈 这也再次引发了各界对中共强力介入 以及世卫组织的屈从进行一些批评和不满 台湾的前立法委员也是公共卫生专家吴坤裕 最近对美国之音表示 世卫组织断建门所凸减的问题 其实早已存在多年 不过随着新冠疫情肆虐全球 中共垄断国际组织的行为或许将会点醒欧美各国对其进行反制 我们下面来看看这段访问的经过 首先非常感谢吴坤裕教授 感谢您接受美国精英的访问 吴教授我想就先请您跟我们谈谈 世卫组织这个很多人把它称为是断线门的这起事件 就是当世卫的官员在被询问到有关于台湾成为世卫组织的会员 还有台湾的防疫成果的时候 官员挂上电话这样的一起事件 那么您是不是也看到了相关的报道 您怎么看呢 我想世卫组织整个就是已经被中国政府整个垄断了 那从这一次世卫的秘书长看到在过去几段时间的表现 大概就知道说他完全已经被中国被融络收买 那完全是站在中国这个角度来对待台湾 所以我想他在秘书长下面的行政官员或专家 就是顾问 我想说必须遵守秘书长的指示来行事 所以可能他就不愿意面对台湾的问题 这也是很可惜 那这是台湾面临在加入 世界教育WHO的国际卫生组织面临的最大困难 吴教授我知道您这个从事公共卫生这个专业 那么过去几年一直都在国际组织这个平台上 在为台湾努力发声 那么类似像这个您刚刚说到的中国政府的这种介入和干扰 您在过去很多的会议上也有一些经历 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谈谈您的观察 我想整个不只是联合国相关的组织 像我们的所谓UNFCCC 就是联合国气候变迁联合统员 还有像国际行营组织i-call等 那包括WHO这个都是台湾很积极 想要加入去参与贡献台湾的专业的组织 那我想我们都被排挤在外 那这个算是联合国下面的组织 但其他像很多的学术组织还是一样 因为受到中国在各方面影响应的关系 所以其实很多的情况下 像台湾独立学会过去在国际开会的时候 都要很多人去动用各种关系 想帮我维护台湾独立学会的会议集 就是长久以来二三十年来都是这样在做 您说的是独立协会是吧 独物理论协会 对我们叫Taskology 就是是这样子在运作的 那甚至就是说 比如说在1995年的时候 我们在西雅图参加这个国际独立协会的时候 那整个我们台湾人投稿的文章 那那个proceeding文明出来 都是北加上那个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这样北80北75 那长久以来我们在很多的学术的提刊 或是学术组织都已经面与这个问题 那在联络国的组织 就是我想中国已经长期把集合所谓发展中的国家 那陈宁列是他们的第三阵线 或是他们的联合阵线 来想办法来影响国际的一些发展 那我想台湾面临这个政治上很大的阻碍 是吴教授我还想请教您的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包括世卫组织 他很罕见的 在3月29号还发了一个声明 特别提到这件事情 但他说台湾或者是任何一个国家成为会员 这是要全体世卫组织的会员国来决定 而不是世卫组织的工作人员 那么中国的官媒央视也发表评论说 这个香港记者对世卫官员的这种提问是居心叵测 那么您怎么样看世卫组织与中国的这种 连结对台湾的一些影响 另外就是很多人说这样的一种做法 只会让外界对国际组织的公信力产生非常大的怀疑 对他们的公信力大受损失 特别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病毒疫情 那么很多人都责难这个国际世界卫生组织 没有尽到它的责任 您觉得类似的事件一再发生 对这些国际组织的公信力会带来什么影响 我想就是首先关于有每个会员国投票 来调达说他能不能叫党类球 那汤德赛当很有信心 因为他是第一次会员国投票选出来的秘书长 那就应该在中国的运作下 他赢得这个秘书长的席位 那因为欧美支持的那个人就票数很悬殊的就输了 所以他当然觉得要回员国来投票 来表示 那他们就可以dominant这个 在中国的影响力下 台湾当然就会很难进到WHO或者WHH 那当然就是说像这种高度专业 尤其在公共卫生影响人的健康跟生命的这种议题 其实应该专业管理划帅 当然如果要用政治来操作 像现在 我们比较在公共卫生专业上比较不足的人 和国家来整个来主导WHO的运作 我想全世界的民众健康生命 有受到很大的威胁 像这一次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由中国主导来运作WHO的结果 就是全世界没办法做好 整个武汉肺炎的这个冠状病毒的预防 那这种专业的团体 当然要由专业的人士来主导 才有办法做好这种传染疾病的预防的工作 那如果要由政治的主导 那由专业不够的人来主导 或是国家来主导 那受害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和生命 那这样子它不只是公信力 即将我想这些先进国家 有高度的公共卫生专业的国家 一定会出来想办法来运作 让这个非专业的人士退后往后退 然后由这个专业来主导 我想这是潮流 为了保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跟富质 我想必然会这样做 应该由专业来主导 这样才能够做好专业疾病的预防 是 吴教授最后20秒 所以您认为从您的说法 我继续来跟从这个问题 现在在国际间也有很多人在联署 要求谭德赛下台 甚至还有人呼吁 由台湾来自己组建一个 有关于公共卫生 这样的一个国际型的组织 您觉得这些可行性 或者它的可能性发展有多高呢 20秒 我想这是可能的 这是可能的 因为这种专业疾病的预防 一定要是高度专业化 那如果不是的话 威胁不是只有财产 是生命健康的问题 我看现在全世界像 意大利 西班牙 美国 确诊的人数那么多 像我想川普总统预测 如果能够死亡率 能够降到10万人 那就是做得非常好 我觉得就是非常心痛的事情 所以您觉得如果台湾 如果您觉得台湾登高一呼 来成立类似的这种 公共卫生或健康组织 国际间的响应程度会有多高呢 还有谭德赛下台的几率有多高 我想就是这个 我们台湾衣服还可能没有办法 我想这一次是把欧美各国 这些先进国家一定深深感受到 这是一个专业的组织 应该专业来主导 那这个应该会赢得世界 多数国家的公民才对 那这种情况下 有欧美过 我们在后面支持欧美各国出来 主导 那这成功的机会要大 好的 好 非常感谢吴昆玉教授 感谢您 谢谢您 摆忙之中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以上就是这一节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的访谈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